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一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应该是发生在IT界和金融界 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 就是最近两三年 研发出的一个电子货币 逐渐受到投资人 或者说IT经营以及全球的人的关注 大家首先看一下凤凰视频 给大家播出的介绍 比特币的原来的整个的一个故事和过程 大家请看 塞浦路斯银行业危机 引发传统货币的安全性忧虑 遭就了网络世界中虚拟货币的兴起 一种名为比特币的虚拟货币 近来价值出现飙升 迅速进入全球投资人的视野 事实上比特币早在2009年已经出现 简单来说 它并不是由某个金融机构发行和管理 而是用一种开源的P2P软件 通过复杂算法产生 并依靠密码学原理 保证流通环节的安全性 比特币交易并不会透露交易者的信息 而且由于软件算法的独特性 产生比特币的极限只有2100万个 达到了和贵金属类似的稀缺效果 早期的比特币只是程序员手中的玩具 而在2010年美国的一名程序员用1万个比特币 成功买到了两块披萨 因此也诞生了比特币的第一个公允汇率 之后包括维基解密在内的一些网站和商户 开始接受比特币捐赠和付款 甚至有芬兰的软件公司 用比特币来支付员工的部分薪水 逐步增长的交易促使比特币对美元市场汇率的上升 最近短短一个月 比特币的汇率最高上涨了超过4倍 另外由于比特币并不会出现 向塞浦路斯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和征税的情况 因此这场危机也给比特币汇率 找到了另一个飙涨的借口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 从诞生以来到现在已经上涨了2万倍 特别是今年3月 由于塞浦路斯银行突然把存户 政府对于整个银行存户的 突然的一个直接的干预 造成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飙升的行情 从短短的60块钱 一个比特币换60块美金 上涨到了200多块钱 所以这个引发了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形展示非常不错 第二个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 封面上最近商业周刊给出的 比特币的一篇专门的文章 说三位先期开发比特币或者进入行业的一些朋友 赚了很多的钱 有的人为此疯狂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也有一位我们华人的在布陆克里纽约的一位华人 一天可以从比特币挖的金矿当中获得300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么今天我要说的就是 这个比特币可能对很多人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到 或者说非常几乎是没有听到过 但是大家依然可能有获得赚钱的机会 因为现在有大量的VC 就是硅谷的创业投资家 对这个比特币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么他们认为甚至有的投资家认为比特币 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通用的电子货币 可能上涨到2000块 一个比特币兑换2000美金的价值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价值大概130美金 所以上涨的幅度会有20倍的涨幅 那么今天我想请大家 我们中文投资网给了大家一个注册FN168网站 只要大家注册前100名我们就送一枚比特币 那么这样对大家来讲是零风险 第一你注册是零风险 第二我们给你比特币 你有望获得这个比特币也是零风险 大家就拿起电话或者上网注册 www.chinese 对不起www.fn168 这是一个交易的平台 第二可以获得说拨打1800958 8561来获得这个方面的一个资讯 那么明天我们继续要讨论这个比特币的发展 和它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货币 而且它可以它的波动非常大 每天波动大概10%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从200多块跌到60 又从60反弹到130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来首先赶快拿起电话 拨打这个800电话获得一枚 有望获得一枚免费的比特币零风险 零投入 好 谢谢大家收看